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摩羯座如果有下面的这些表现 那就代表他们对你的感情越来越淡了 1.与工作忙的借口不和你见面 摩羯座男生的事业心很重 单身的时候往往会把很多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但是当摩羯男真的爱一个人 认定了对方是自己的人生唯一伴侣的时候 也是会腾出时间和对方在一起的 甚至会为了和爱人见面推掉重要的工作形成 当摩羯男不那么爱你的时候 就会理所当然地以工作为借口来推托与你的约会 不与你见面 2.不再为你付出 摩羯座男生爱一个人的时候 能为他改变自己的天性 变得热情而真诚 甚至为了他放弃一些工作的机会 不再那么严肃冷漠 不再大男子主义 面对女友他们会撒娇 会吃醋质吻 会耍小聪明 会调笑 不过现实的摩羯男 只会为爱的人付出和改变 若是摩羯男不愿再为你付出 变得特别容易不耐烦 对女友的小脾气里容忍 那就说明这段感情正在走向灭亡 3.对你极为高冷 摩羯男本身是一个高冷的扑克脸 平时不太爱表露自己的情绪 当他们爱一个人的时候 会变得热情 柔和 但是如果摩羯男不爱你了 就会恢复到极为高冷的模样 摩羯座男生不爱你的时候 经常会逃避和你的见面 对你的事情爱大不理 这些都能看出摩羯男对这段感情的轻视 4.回家躲起来 摩羯座是一个特别碾家的人 他们长大之后会因为自己的工作 在外地转钱谋生 不得不离开家里 去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工作 可是这种状态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有的状态 离父母越来越远 一年见不到几次面 可摩羯座的人谈恋爱之后 就会更加年加 因为摩羯座的人是一个十分有责任感的人 如果有一天摩羯对爱情失望了 那么他们一定会选择回家里配配家里人 甚至躲起来 不想见任何人 5.会哼问酒 摩羯座的人喜欢很稳定的相处方式的 一般来说喜欢的就是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 而且对于生活中那些琐事 其实是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的 所以会选择放在心里 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流走 这其实就是摩羯座的人会选择喝闷酒的原因 很多时候摩羯的心情会是超级差的 而且他们也不愿意和其他人分享心事 就只能是通过喝闷酒的方式来发泄情绪 6.你所有的事与他无关 摩羯座的人会很信任自己的爱人的 也不会去怀疑自己的爱人 但是对你失望和死心也可以是瞬间的事情 甚至会因为一点很小的事情 就可以将你们之间的爱情摧毁 所以很多人说摩羯座的人是注定孤独的 因为他们会在摇摆不定中轮回的 也会随着时间和年龄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安静 当摩羯对你死心的时候 那么你的一切都会变得与他无关 你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 仇人之间还会有一点恨 可是对于死心的摩羯来说是没有的 就是一副随你变的样子 7.他的世界没有你 如果是摩羯座的人死心的话 那么也会开始反省自己的 还会试图将自己在对方心目中抹去 不会去关注对方任何的信息 即使是当做普通朋友帮忙也是不会的 你的任何麻烦他都不会去帮你解决的 你过得好不好也与他无关 从对你死心的那一刻开始 多看你一眼都可能会给他造成负担的 他们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你了 所以说摩羯座的人就是这么的绝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